字幕提供 兩個星期前我們同大家去江之島看風帆 那時還未知哪兩個選手會代表香港 最新消息告訴大家,就是他們 看日落再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就是男子花劍隊都拿到奧運入場券 代表著他們會在幕張亮相 既然這樣就不要讓他們停了 一起去看籃球和羽毛球吧 沒多久之前我們介紹過釣布市的武藏野之心公園 其實當天我們搭車走的時候曾經經過一個運動場 而這個運動場也是今屆奧運場館之一 它就是東京體育場 奧運期間主要會舉行七冷比賽 另外足球和現代五項的賽事都會在這裡上演 東京體育場有另一個名叫做未知數球場 前年我們的SportsTravel都有稍稍介紹過 今次我們去那一站正正是籃球世界盃其中一個比賽日 所以場內場外都非常熱鬧 今次就由東京市內開始陪著一群籃球粉絲去看球 認住這條京王線 如果是住新宿站附近 就可以直接在那裡搭車 釣布就是你們唯一的方向 如果是坐特急列車的話 就記住要在釣布轉到各站停或者快速列車 因為這兩個車種才會停我們的目的地 是非田級站的 這個站也有另一個名叫做未知數球場前 站裡面的每個角落當然都跟球場有關 這一天就掛滿了籃球世界盃的Banner 還有pop-up store 非常多謝這位臥知山 好 我們看看現場情況 這個站外面的廣場仔 平時的比賽日都有很多球迷聚集 這次是世界盃 還要有日本隊 基本上每走兩步就找到一個同聲同氣的人 對了 講了這麼久都不記得告訴你們 今天這場就是日本對南非的8強賽事 還要是日本第一次打入8強 跟大隊沿著大球場競行幾分鐘 就會見到東京體育場 提提大家 如果是去看羽毛球的話 就記住上到平台向左走 去武藏野之心綜合體育廣場 好 先給Full籃球 日本粉絲就出名很熱情 今次在賽前就在球場外 跟一班南非球迷一起唱南非國歌 旅行也會是2個的 最多人 除了一班人之外 也有不少球迷是個體會打氣的 連兩個從香港來的愛國人都大讚 如何是環境呢? 是燃燃 所以你知明年有另一個大賽事在東京嗎? 是奧運? 是 我們會來看100m 最後 所以你已經拿了票嗎? 是,我們會獲得一票 很不同 實不相瞞,其實我們都沒有飛進去看世界杯 不過他們倆就不同了 整個東京都充滿世界杯氣氛 特別是一些主要的地方 涉谷、池袋、新宿 其實他們到處都掛滿了旗 還有地鐵呢,所有的廣告板也有很多Cover 我覺得他搞得很好 就是開始因為 可能準備了明年的奧運 開始很多人和很多資訊中心 懂得說英文 幫了我們很多遊客 然後指出我們怎樣去 那步驟是很容易了很多 如果我們能夠選擇 我們都會很大機會過來這邊支持他 雖然最後港隊在去年11月的奧運資格賽 任恨輸給韓國 但還有6月的維才賽最後機會 所以我們都很應該好像日本的傳媒和球迷一樣 即使球隊最後在世界杯八強出局 都繼續支持、繼續拍手 香港七艦隊加油呀! 下一集我們就回到東京市中心 和大家看看拳拳盜獄的Boxing和空手道場館 還會看看這個攝谷十字路口 另外還有很多警告 這隻attleternet 早安之後 我們說馬安 nossos支撐 你可以繼續拉 του